晚上好 馬上來看今晚有哪些焦點新聞 大碼換來率逐年上升 其中華人的換來風險比其他種族來得高 承認同考研究報告已經完成 等待新任教長接受處理 更多國內外新聞詳情 一起來看1月3日的百格大事記 晚上好 我是家旋 新聞一開始先為您跟進接下來一週的燃油價格 原本以為邁入2020年的RUN95油價 會跟著市場浮動價格而調仗 但因為汽油補貼計劃展延 所以RUN95和柴魚的價格繼續保持不變 RUN97則調仗兩仙 趙玉文課題掀起千層浪 繼續多馬來組織 促請政府將董總列為非法組織之後 玻璃市宗教師阿斯里 昨晚在臉書直播時也認同董總需要被查禁 並且抨擊他們對待趙玉文的反應顧擊 三張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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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学习找余文使用找余文恰恰只是国家的身份象征 是一项文化 如果非穆斯林把它视为危机 认为学找余文就会改教 那是一个愚蠢的想法 而找余文风波或多或少促成了昨天政坛抛下的政坛弹 也就是教育部长马智利正式辞去教长一职 他今天下午1点在个人脸书发图文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他的支持 并写道路继续走下去 副教育部长张念群随即转发了该贴文表示 这不是再见而是后会有期 他也感谢马智利的教诲与领导 并感慨地写道 要领导庞大的部门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 而马智利为了改善国家的教育制度 带进了各种正面的改变 此外张念学年引述了印尼文学家布亚寒家名剧 和引用了电影《星球大战》的经典台词 愿原理与你同在 为马智利送上深切的祝福 如今教育部长魏子悬空 已经完成的同考研究报告 也只能够等到新教育部长上任才能够提成 独中同考特别委员会主席邱武英就说 马智利向来都秉持着开明和支持的态度 来处理纷扰于40年的承认同考文凭课题 虽然对他的辞职感到失望和难过 但他也期待和新任的教育部长会面 马智利辞职之后 谁会是第二个离开内阁的部长 成为热门话题 虽然不知道内阁改组的日期 但旅游部长莫哈默丁可达比 倒是信心满满地说 自己的表现接近百分之百 因此他并不感到担心 把决定权交给首相马哈迪就好 不过比如说内阁改组日期 就连西蒙509大选之前 承诺的首相交棒日期依旧成迷 公正党组织秘书聂纳兹米就表示 西蒙主席理事会必须要在 今年5月之前确定交棒事宜 可是西蒙秘书处主任赛弗丁却说 首相马哈迪已经在去年的12月10号 承诺在亚太经济合作组论坛崩溃之后 移交首相职给公正党主席安华 所以聂纳兹米所提出的要求 根本不存在 换个焦点 各位注意了 癌症在去年是全球和马来西亚的 第二大死亡原因 而根据最新的马来西亚国家癌症登记报告显示 2012年至2016年期间的新病例增至 11万5238宗 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而其中患奶率最高的种族为华人 每10万华裔人口当中 就有106名男性和117名女性 罹患奶症 卫生总监诺西山说 在2012年至2016年期间 大马人最常见的时代癌症类行为 乳腺癌 结肠直肠癌 肺癌 领巴癌 鼻咽癌 白血病 前列腺癌 肝癌 子宫颈癌和卵巢癌 因此他呼吁所有利益相关者 参考报告中的信息 以便能够有效地规划和评估 癌症控制和预防计划 最后来关注一则社会新闻 昨天是新学年的开学首日 学中一名10岁女童 趁父母入睡之后 在房中上吊字役 父母发现之后 紧急送院抢救 但仍为11万 正式身亡 警方目前以自杀案角度展开调查 自杀解决不了问题 请珍惜生命 给自己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如果有解不开的心结 请联络心灵辅助协会 今天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